在羽球之外的世界 蔡依林也培養了相當帥氣的愛好 究竟她會有怎樣的興趣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我除了羽球之外還有一個美術專長 畫在畫畫裡面我最喜歡是顏色 因為顏色可以讓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也會讓我覺得 就算遇到困難 然後也會 我當我拿起畫筆的時候畫圖 然後那些不愉快或是遇到困難的事情 都能因而起 高三那一年也決定跟著班上同學一起考 藝術相關科系 那時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難跟瓶頸 然後再加上模擬考的時候成績也不適合理想 所以離我想要的台藝大視覺傳達系 有一段很大的落差 但是因為我的美術競賽成績不錯 那時候我可以以特優生的身分去直接面試台師大的美術系 但是在第二階段的時候面試階段就沒有錄取 讓我直接不知道接下來的路應該要怎麼走 我現在就是把畫畫當作是我的興趣 然後以及我偶爾有空的時候會接接案 就是還是會繼續進修我的美術專長 你開始喜歡運動之後帶給你什麼樣的改變 應該說是運動帶給你什麼樣的好處 運動帶給我好處就是身體的體態 在我還沒有運動之前我可能就是跟一般同學一樣 就是讀書寫作業考試然後進補習班 所以比較沒有規律的運動習慣 然後那時候體態就會有點胖 然後就會當越來越胖的時候就會對自己越來越沒有知識 因為每當面對鏡子的時候就會看到自己的面貌 可是運動之後我就會發現說 臉上的色澤或是身體的體態就會不一樣的時候 當體重慢慢下降的時候那是一種成就感 代表你離你設了一個目標之後 你就會離那個目標越來越近 那你希望自己的故事可以帶給別人什麼樣的歧視 我希望帶給別人的歧視是勇藥色彩 裡面的勇是指勇氣勇敢 藥是指跨藥超越自己 色彩是因為你經歷了種種困難 不是只有黑白也經歷了許許多多的色彩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勇藥色彩超越一切困難 蔡依林嬌小的身軀裡藏著充沛的活力 她說運動帶給她正面積極的能量 讓她活出更精彩的人生